海關破獲歷尼最大終走私案 在一手內賀船檢獲價值12億的貨物 包括大量名牌貨品和憑危物種 拉了一男一女 檢獲的貨物包括憑危物種 泥頭瑤的魚期、魚刺 名牌手袋、手錶、平板電腦等 市值一共大約12億 海關在今月14日 在東隆州附近海域 自查一手在去內地的可而內賀船 在24個貨櫃裡發現大量走私貨物 之後拉了本地發貨公司兩個負責人 海關相信大部分的貨物都是正貨 之後會拍賣部分貴價物品 和交給漁護署處理相關的憑危物種